維漢帶我們來看到是 明天國會的終極之戰會怎麼演變 今天大家情緒就兩件事 一個原來如此 一個莫名其妙 原來是黃捷 蚯蚓 偷走了國民黨立委的表決卡 所以不能記名表決 最後你再來罵說什麼 舉手投票是黑箱作業 有這個道理嗎 另外一個是莫名其妙 原來習近平二月就下令 戰場在立法院 今天這個局面 難道都是阿共的陰廟嗎 好 俊翰哥 抱歉我的觀眾朋友 來看立法院 明天又是禮拜五 希望明天像禮拜二 希望明天不像禮拜五 為什麼 要文場不要武場 上禮拜五怕夠練 禮拜二沒有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五 跟這個禮拜二五二一次會 接下來明天又是新的 你一開始要宣讀 確認議事錄的時候 可能就打起來了 所以明天我看起來 要不是武場的可能性不高 但希望不要有人掛彩 或是出現任何問題 那大家在擔心的同時 俊翰哥只有一個人最穩 那個人就是最能夠整場hold住 就是韓國瑜 對不對 你看韓國瑜院長怎麼樣 外賓來啊 他有看 因為國際媒體也報導 就問說 對不對 這個外賓講什麼 你們台灣的國會 就關係我們國會 就韓院長也是這個 可以說是非常的 氣定神簡地回應他說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台灣歷經多年的文攻武嚇 歷經很多我們藍綠的互相的競爭對抗 那經過這些碰撞之後呢 我們會自我療癒 我們會有自動的恢復我們的健康 所以韓院長倒是氣定神險 但是立法院現在三與一來 觀眾朋友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 我們的立法院的院長 他有一個 這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 他一定只能從這兩個門進來 特別是左邊 特別是左邊這個門 為什麼 因為他的休息室在後面 那他只能從這兩個門 你看旁邊不是有門嗎 君彰哥你看這邊還有那個官員 這是部長進來的小門 左邊這邊有個院長進來的小門 然後還有委員的這個 左右平門跟前面的大門兩個 但院長只能從這個門進來 我就一定要開大門走大路 那如果有人阻止呢 其實君彰哥立法院 是有朱衛錦的啊 那朱衛錦如果幫院長開道 動用警察權 這個不是天經地 是可以 但是從以往 王金平院長到現在都不願意用嘛 因為你今天進來以後 朱衛錦在保護 譬如說你是院長 我要保護你對不對 然後宇軒是立委 你會去回到他 他要弄你的時候 我弄住 宇軒講說警察走開 對不對 然後就對 就不想要讓警察 因為警察沒有民意基礎 立委每個都有嘛 所以不想要有警察權去動到立委 可是能不能夠 現在就在討論說 有條件動用警察權 就是在我們的朱衛錦 完全不動到委員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幫院長確定他的進出的動線 以及他的主席臺 就這樣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在討論說 海外長會不會動用警察權呢 動用警察權 讓議事能夠進行 那是不是就不會這麼亂 明天會是什麼狀況 我們拭目以待 好 你剛剛提到了 明天不動武場的機率 不會太 那這樣子的話 就很讓人家擔心 不是只有擔心而已 是很擔心 因為傅昆琦 傅昆琦現在目前在哪裡 沒有那個招待 他現在是坐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也繼續要等禮拜五 明天一開會 所以早就在那邊 繼續顧會場 現在的畫面來了 他說 他有小道消息 立法院不是有福利社嗎 我也常去買東西 裡面 礦泉水已經全部都沒了 被柯建民給買光了 為什麼 不知道 要來撒碎 我不知道 他說柯建民已經把所有的立法院的礦泉水買光 好了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狀況 狀況一 因為禮拜五不是還會有學生來嗎 對啊 他學生也吹搭啊 所以柯建民買個空缺水給他們喝怎麼了嗎 外面便利傷害多的是 不是啊 因為他可能整箱買 因為立法院比較便宜 買完以後送給他們喝就沒事 這樣還單純 但如果你買來以後要用蛋 就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希望沒事好不好 這個是傅昆琦總召講的 他說柯建民把空缺水買走 柯建民可能等一下我們錄到一邊講說 你說的我拿去喝水而已 第二個 因為議場門口現在目前是國民黨還在排隊 那你記得上個禮拜五六點四十三分 七點準備要開門之前就打到黑暗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柯衛星被這個王美徽這樣打頭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希望明天能夠一切如常 好好的開會 那當然啊 民進黨如果要求要表決 要發表印線的時候 你也給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適度讓他能講 時間可能拉長一點 好那你就知道 那現在目前大家會講說 為什麼投票的時候 是舉手表決 有很多人在講 你現在用的是卡啦 拿出一張卡 我身上也沒卡 那一張卡呢 是代表一個委員 上面會寫 譬如說某某委員 我又再舉一個 陳玉珍 對 那一張卡就是陳玉珍 對 那你看議場裡面這麼多位置對不對 我跟俊翰哥講 觀眾朋友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 你看這裡有個位置對不對 這裡有位置對不對 你把陳玉珍的卡插在這裡 跟插在那裡 都一樣 投票都是陳玉珍 這樣大家瞭解吧 所以卡就代表那個委員 所以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導播有那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兩邊互拍啦 俊翰哥你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黃捷委員是把他的卡抽起來 有沒有 確實是有抽嘛 可是黃捷有解釋 你看我為什麼把他抽起來 因為那是國民黨立委的桌子 可是上面沒有人 所以我抽起來要還給醫生員 這個也是一樣 邱毅寅跑去國民黨的這個委員的桌子 把他整個抽起來以後 有沒有 那當然站在國民黨的角度中 你憑怎麼抽我的卡 邱毅寅偷卡 黃捷偷卡 他們兩個講說 因為你們根本座位上沒有人 可是我也說實在 座位上怎麼會沒有人 因為座位上的人 就在主席台 對 我這樣講就清楚了 所以一一次的工坊就變成是 為了要去守住那個主席台 不然我朱毅寅去守著的話 朱毅寅把他 我剛剛前面不是講嗎 朱毅寅如果能夠保護院長進出 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每個委員都回到座位上 有意見就舉手把演就好了 不要讓國際媒體報導 我們立法院怎麼到現在 2024年還打成那樣 好像最後有一個 因為現在目前已經二讀了 如果三讀通過以後就要等 這個行政院是不是提複議 對 沒有提複議 總統 俊翰哥你知道按照規定是怎麼樣嗎 三讀通過的法案 有時候預算案跟法案要三讀 其他還不一定 有的二讀都可以 十天之內必須公告 總統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他要公告 那如果他不公告呢 他不公告的話 這個法律要退回嗎 我跟大家講 以前沒有這個例子 以前曾經有過一次 319征調會條例的時候 調查阿斌 阿斌還公告嗎 他也不敢不公告 那賴星德總統會怎麼做 你聽我講 以前585號就是 阿斌就講說 我雖然公告 但是我要加注 這個東西有違憲 所以他就把他加注一個意見 然後去提示線 但還是得進行 所以觀眾朋友 柯建民 總召他昨天去接受媒體訪問說 他講了一個 目前 我會跟大家講清楚 總統府並沒有認證說沒錯 他的說法是說 這個東西因為他認定違憲 所以就算三讀通過 我一定提示線 我提示線以後就要進入冷凍期 我進入冷凍期 總統就不可能 倒立翻來國情報告 但是府方人士沒有據名 他跟媒體講說 我們總統一定是按照憲政的規定 以及相關的規定 好那我現在跟大家講相關規定 根據立任執政法第十五之一條 只要有四分之一上的立委提議 然後大家辦訴通過 總統就會來啊 所以你按照 不管是現行的立任執政法 或是新版的 有一句話叫惡法易法 你不同意這個法 你去釋憲 可是釋憲出來之前 你還是要照做啊 所以你說 如果三讀過了一定過嘛 因為藍白加起來62票 然後賴清德就不來立法院這個說法 我跟觀眾朋友 今天在我們報信講清楚 是柯建民總召他自己的說法 那他是不是扯總統的後腿 而且總統府沒有這樣認證 怎麼跟他講 賴清德總統沒有時候不來嘛 那照講一定要來 來了以後不管是依序回答 還是統問統答 總是我們有現在的規定 跟新的規定嘛 不管哪個規定 總統都是要來的啊 哪有不來的道理 對不對 所以很清楚的 這個總統不來立法院 國庆報告的這個說法 目前為止 我的理解是柯建民總召的個人意見 各位朋友 520總統就職發表演說 才過三天四天不到 解放軍在今天宣布 東部戰區所屬在早上7點45分 在台海周邊九大熱區展開軍演 怎麼看 當然不能單獨看 奧地利為什麼突然不承認 台灣遊客所持的國際護照 而侯佩成和歐陽娜娜 為什麼突然高喊回歸祖國 我要告訴我們 現在台海的狀況 是不是比我們想像的 還要棘手兇險呢 好 今天要大家報告 觀眾朋友 就在今天 中國大陸的東部戰區公布說 這裡一區 台灣的北部 台灣的東部 台灣的東南部 以及這兩塊 還有金門 還有烏丘 還有馬祖 以及東引要聯合軍演 觀眾朋友先講一件事情 區域跟上次裴若熙來台 我這樣看 框起來大家就清楚了對不對 跟裴若熙來台 大致類似 上次6塊 這次是5塊 520年的時候 一結束之後 你要知道 中國大陸很多 原本在訓練當中的部隊 都停止訓練 集結之後 現在目前要展開 圍期可能最短兩天 長的話 還會再延長的 2024聯合力艦的軍演 然後在中國大陸的軍區 它也有網路的公眾號 它裡面弄很多的 就是它的軍種 戰機 飛機 還有軍艦 它裡面結什麼 叫箭雨滅毒 箭雨就是 一直下來 那可能就要打飛彈 滅毒是什麼毒 不是身上有毒素 是台獨的毒 所以你就知道 中國大陸這次解放軍的 這個東部戰區的 這個宣布的軍演 很簡單 就是針對賴清德總統 520的就職演說而來 你剛剛講到一個 我特別有感 5月給你發布這一次的 叫2024A 那接下來半個月後呢 兩天之後會不會有B C 26個字母 輪個沒完啊 對 所以呢 這個是A 那後面還有多少 就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因為這個區域 跟上次裴若西來台 我這樣一講 觀眾朋友都懂了 它可能會封鎖 整個台海周邊的海域 國防部長說 軍演 我們密切的注意 但如果它的 這個軍艦 或者是它的軍機 到了我們 24海里範圍的話呢 就按照 第一級的定義處理 只要它的航空氣跟軍艦 進到我們的24海里 對 臨街區 進來就算第一級 對 所以你進來已經第一級了 那你第一級了以後 我正能反擊了 所以國軍講說 我們會按照我們第一級的 現在的新的處理方式來界定 那麼這兩天的大陸軍演 我們要特別注意 好 我想你講到這個 我接著問 你這個東西是24海里 沒錯 可是你剛剛告訴大家 這個是非常罕見 針對前線中的前線 烏丘東引 這麼從二小島 還跟你24海里 它可以靠多近啊 這個它是一個洞五六的飛彈艦 我剛剛講它有雷達 它有對空飛彈 它還有對線飛彈 第二個 它本身是屬於 有逆中功能的 這個飛彈艦 對 那逆中飛彈艦的話呢 它接近我們的 這個龐佳儀在基隆的海域附近嘛 那我們海巡署的宜蘭艦也緊貼 因為現在發現它已經靠近了 所以這個軍演已經開始了 在整個的 台灣的海域 跟在我們看金門馬祖 東引烏丘 到處都是 未來這兩天 可以說是情勢非常緊張 好 我要來告訴我們 我特別注意趙春山教授 他的這個發言 在過去24小時被高度討論 他說研究了一甲子的兩岸關係 沒有像此刻 這麼讓他憂心忡忡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跡象 五二年之前 趙春山老師有去問 因為他長期在國安的 這個相關的兩岸的事務上面 涉裂很深 他去大陸也很多次 所以五二年以前 他問了一下說 賴總統的這個就職演說 內容會是什麼 聽完得到的答案是safe 應該不會有刺激談話 但那一天一講完以後 他在家裡看電視 怎麼跟我問到的不一樣 怎麼會有中華民文 中華民文 互不隸屬 那當然這個蔡總統以前講過 可是這也就講一次 而且那不是舊子演說 所以他就會講說 完了完了 他五二年一聽完又講說 沒有辦法了 木已成舟 無可回頭 已經於是網破了 大陸一定會有動作 話才講完沒幾天 今天才五二三 三天過後以後 真的果然就開始聚演 那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中國大陸的這一些 東部戰區的這些部隊 原本是在訓練中 520以後 立刻當天就宣布停止訓練 然後就集結 現在開始要軍演 所以確實是對著 這個賴清德總統的 舊子演說而來 那大陸有潛艇 有潛艇 我們比他少 大陸有潛艇 我們沒有 大陸還有什麼 航母 大陸還有航母 已經到第三艘了 那第三艘的福建艦 福建號 它其實在海事後 短短兩個禮拜以後 在進行第二次展示 表示說它的技術已經成熟 而且它已經堪用 所以看起來 已經有三艘的海上的航空母艦 然後又在台海 進行這樣的軍演 情況之下的時候 現在中國大陸 它也不只是對台海 我觀眾朋友跟大家講 除了這次的台海以外 柬埔寨 這個已經除我們地圖之外 更遠的地方 中國大陸跟柬埔寨 最近在進行聯合軍演 然後中國大陸 有兩艘大的軍演 就常靠在柬埔寨的港口 所以有人講說 柬埔寨跟大陸的關係好 所以有可能以後 整個南海 它看的不是只有台灣 是美國的第七艦隊 在這個印太之間的 它要跟它對抗 有航母的對不對 三艘 有軍艦的 而且不是只有在中國 大陸沿海還有海南島 它是直接延伸到 連柬埔寨的港口 它都要把它當成是 它的航母基地 常住在那個地方嗎 那它的整個海上的 守備方案就是更廣 那我們要知道 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剛剛所講的 洞五六有沒有 就是這個 洞五六它本身有逆中 那現在剛剛看到 我們已經在 那個澎教宇附近 已經拍到了 所以證明中國大陸 現在目前的軍演 是全面的 那只希望 這個演練的過程當中 不要有任何擦槍走火 希望兩岸 不要有更高的軍事緊張 好 我剛剛提到了 柬埔寨天高皇帝遠 跟我們什麼關係 我想到的是 海上能源補給線 南海不平靜 怎麼會跟台灣沒有關係 再來 華盛頓郵報這個東西 你就會發現 老共把這個戰線 拉得多長 他要跟美國死磕耗上了 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現在 打潛艦對不對 我們要造潛艦 海空告 後面還有七艘 那俊佳哥 你知道我們的潛艦 是柴油潛艦 是 柴油潛艦 李喜明將軍就告訴你 他跟核能潛艦不能比 因為他要上來 換氣重新發電才充電 但是潛艦 他是核能潛艦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他可以半年不上來 所以核能在武器上面 兩種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台灣講說 核能發電不要 我告訴你 除了潛艦之外 現在目前 華盛頓郵報有發現 中國大陸在 南海的島嶼附近 他有浮動的核電廠 那浮動的核電廠在幹嘛 因為現在打戰 不管是戰機 不管是軍機 不管是反潛機 還有任何的雷塔系統 都要用電 那他今天有浮動的 這個核電站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整個南海 這個畫面就非常清楚 有沒有 20個浮動的核電廠 他可以支援整個 在南海地區的作戰的能力 所以呢 武器的這個佈置 跟國際的形勢 現在目前中美是兩強 那我們台灣 現在面對這個 演習要來了 這兩天 希望大家能夠安然度過 軍民一心 要團結 武器報新聞的 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報新聞 巨像 還有優秀的武器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請進來 詞文中會 推行 五倍 兩倍 龍 兩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